来,起来的啊,这个啊,每日铃鸯啊,很重要 我们的铃啊,需要吃神 神的铃,这个,才能饱足的 所以,每天一起来啊,闲来读每日铃鸯 早安 如果有人要形容你 有人要跟别人输属你 你觉得这下面几个会是在你的身上发生吗 他里面有神的灵 他心中有亮光 好像神,他里面有好像神的智慧在他的里面 他的灵性美好 他有知识,有聪明 他能够解梦 他能够把你里面的疑惑回答你 能够帮助你解答一些难题 刚提了这几个,在你的里面有没有呢 还有呢,或者是 你忠心的办事 在你所做的事情上没有任何的错误或过失 今天我挑了,我们今天是读的是单一里书的第五章跟第六章 我自己挑了三章 第五章的十一十二节 他说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 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 好像神的智慧 你父,你不讲以撒王,就是王的父 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迦勒底人,并观照的灵袖 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 又有知识,聪明,能缘梦,解,是谜语,解疑惑 这人名叫单一里 你不讲以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沙 现在可以教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 六章第四节 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单一里误国的把柄 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 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 哇,这两章我自己挑的是形容单一里的 你不觉得好棒哦 里面有神,圣神的灵 对于这些外邦人来看 在那里里面有圣神的灵 心中光明 好,心中光明 好像在他的里面 所有的隐藏的事情他都一目了然 心中光明 有聪明跟智慧 好像神的智慧 可以指到他是有卓越的洞察力 还有见识 哇,你看他可以在外邦人当中 被挑选出来成为领袖 第十二节接着讲到他有美好的灵性 好,有美好的灵性 这么棒,美好的灵性 好,然后呢 又有知识聪明 能圆梦 那个美好的灵性在原文里面是讲到是一个卓越的 无与伦比的灵性 然后呢 知识聪明 知识讲到是知道的能力 就是回答很多道理 然后呢 有见识 有洞察力 好特别 后来我看到第六章 他讲到的那一句话 我自己又觉得很感动 就是但以理呢 他们要查他的过失嘛 可是终于但以理 忠心办事 毫无错误过失 也就是在但以理身上没有任何疏失 或者是腐败 可以来告他 不只是 就是疏失的事 他没有疏失 连腐败 在他里面都没有 有没有很棒 我们真的来求主来帮助我们 好,求主来帮助我们 真的 特别你如果是常常 在你的手上 你有参与一些服事 你真的可以跟神祷告 真的里面没有错误过失 那个错误指 一方面初心大意 导致的错误 或者因为贪腐 所导致的过失 主主来帮助我们 你跟神来祷告 主真的让我忠心办事 忠心办事 让我成为一个忠心的好管家 忠心的好管家 在大事上忠心 在小事上也忠心 同样在大事上 是正直的 小事上也正直 愿神祝福你 阿们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喜欢的话帮我们分享 拜拜 回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